Hello,大家好,我是Shanan 今天我到了Alameda 然后收舰商的邀请 去参加一个新盘的开幕的酒会 算是一个非常casual的开幕式 然后是Landesea这个舰商 然后大家可能比较熟的是 他们在Sunnyville的一个盘 但是他最近新开了两个盘 一个在Alameda,一个在Novato 我今天是过来Alameda这边 它是一个luxury的这种townhouse的一个社区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非常漂亮,这里挺好的船的 然后我待会去看一下 它新开业的这个modelhouse 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区一共是有179户 然后分两边 大概有一半的户型是Waterside 就是可以看这个船舶 舶舶的这个水域的这个风景的 那还有另外大概一半呢 是那个Island View 就是看内陆的 那看内陆景观的那边的这个townhouse 基本上是2B3B的 那价位在不到100万的到140万 大概是这个价位 那看水的这边的话 价位是140到160万 这个区间因为每个位子它具体的这个每一户价格都不一样 根据它位子和升级的情况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现在看的这个户型是4B的 4卧室 刚才楼下进来一楼咱们有一个卧室的套间 那它的建筑面积是2500多尺 将近2600了 那这个房子的报价是153万美金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会看三个model 但是我会分到两个视频里 因为太长了 放到一个里面 然后因为是建商准备的酒会呢 它会有一些食物就水放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还在施工的地方 就是今后的这个island view 就是不看水景的这一部分的townhouse 那我现在这一栋是一个看水景的在角落的位子 可以看到view非常的好 它是这个model的位子 一般model home是会选择最漂亮的这个房子来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景观 其实整个的floor plan不会有特别大的不一样 因为在我们整个湾区新建的townhouse 很多都是非常类似的这个布局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话也会发现 那我们来看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 你看它这个窗户 比如说它就做了这个加高的窗户 就是为了更多的让你看到这个景观 因为这个盘呢 其实它最贵的地方就是location 毫无疑问的 那这片水域除了风景非常漂亮以外呢 它还是一个kayak的一个圣地算是 它的水面非常的平静 而且非常的清透 我们刚才在外面走的时候 就看到了很多人在划船 所以说喜欢划船的小伙伴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这个盘 而且它在小区紧邻的就是步行一分钟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kayak的俱乐部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租船直接就在这里下水 就是我们前面窗户能看到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public的公园 还有一个kayak的俱乐部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房子 这一间呢是主卧 主卧当然是最大的 这整个盘的这个定位 它是一个luxury的townhouse 就是一个奢华版的这样的townhous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面积 在一些细节上的布局 会比普通的那个townhouse社区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房间的面积 房间面积会更宽敞 包括走到包括房间内部 然后这个衣帽间 咱们可以看到非常宽敞的衣帽间 连衣帽间都有这个看风景窗户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它个楼和楼之间的间距会比较宽 这样子的话呢 确保这个房子的采光 OK这里是laundry洗衣机烘干剂 另外两间小一点的客房 加上这个共用的浴室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防水砖呢 这些都是经过升级的 你买房子的时候 可以选择就是其他的样式都OK 这个样板间的这个位置真的无可挑剔了 三个房间全部带景 全部带view的看水景 OK我们现在上楼去看它最亮的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roof top deck 它有一个屋顶的楼顶花园 OK再上到屋顶这里呢 有一个水吧 非常的贴心 有一个酒水吧 那建商招待我们 请了这个bartender在这边 帮我们做一些饮料什么的 然后上来这里就是屋顶花园 所以说这个房子呢 它是可以做 非常的适合你做朋友聚会 而且哦 它可以放那个户外烧烤架 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社区 有一些HOA是不可以放那种烧炭的烧烤架的 但是在这个社区是可以的 OK 看这个roof top 太漂亮了 一个非常漂亮的屋顶花园 而且它不是公用的 它就是你自己家的 很多这样的小区可能会有公用的地方的这个楼顶花园 但是这个是每家每户有自己的 OK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第二个户型 第二个户型是一个3B 3.5B的户型 就是三卧室 面积稍微小一点点 大概是2180尺 不到2200尺 中间这两个 你看这一栋楼 中间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只开了一个作为这个townhouse 作为这个modelhouse 讲错了 就是plan1 然后它的开价是143.8万美金 但是就像我说过的每个不同的location价格会不同 这只是一个参考范围 那这个三卧室的户型呢 同样也放了一个卧室在一楼 这样子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无论是对焦不太方便的老人 或者你想把它出租给 就是单租出去的话 都会更方便 因为自己住楼上这样的话 隔开来的隐私会比较好 然后一楼除了一个卧室套间以外呢 还有车库 楼梯这边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储藏的 我们就不看了 两车位的车库 他们在里面准备热菜 有做一些烤肉 所以非常的香 然后这个model它的二楼是提供了一些热菜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 有一些这个餐饮的服务啊 是从外面请来的餐饮的公司来做的 OK那同样是这种完全敞开的布局啊 客厅餐厅厨房 那两千多尺的这个面积来放三个卧室的话 确实是蛮奢华的了啊 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明亮啊 OK然后这边隐藏了这个powder room 就是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放了一个阳台 阳台也是可以看水井啊 虽然它面对的这个是停车场的位置 那就是这个位置啊 将来会建一个公园 还有一个独木舟的这样一个俱乐部 就是建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现在上去三楼看一下卧室 那它的三楼就是两间卧室啦 OK它出了楼梯的部分 其他部分铺了一幕地板啊 这点还让我有点意外啊 可能现在一幕地板确实是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啊 这个同样也是有那个 Rooftop的这个空中花园的啊 这套房子我们待会上去看 OK这一间 这两个卧室应该是都自己带套内的卫生间和浴室的啊 对两个都带套内的卫生间和浴室 这一间是主卧主卧面积会更大一些啊 然后这个洗手间的面积也会比较宽敞 其实实地来看的话 它每个房间这个洗手间都比我平时在别的地方看到的那个洗手间要更宽敞啊 衣帽间也非常的宽敞 然后主卧也放了这个加高的这个半落底窗啊 算是 OK 然后上去屋顶花园 这里同样非常贴心的做了酒水吧啊 它有酒柜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水槽这样子 有些这个储物的储柜 这点真的非常贴心啊 如果朋友们在这个露天花园聚会的话 那你在这里准备酒水就非常的方便啊 准备一些简单的酒水食物都是可以的 那我刚才也说了这一件是小 算是这个水井房里面的最小的一个户型啊 所以它的这个天台花园也是最小的 但是做一些小型的聚会是完全足够了啊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它社区周边的环境吧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model home应该是它最前面的一排房子啊 所以是事业景观最好的一排 那这边这个水域就是公共的水域啊 是可以划船啊什么的 然后现在施工的我手指的这一块 都是这个小区要建的房子啊 这边是看水井的 后面的是看城市井的 好那还有剩下一个最大的户型 我会放到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